這是當里的那個居民 而且警察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 哪里里 你告訴我 德肥里 啊 高雄市的德肥里 里長是誰 檢查這些 這個是一個嚴重指控喔 因為我爸他選里長選很多次 那從第一次選的時候 是我小學大概四五年級 然後 然後 當然 當時候我爸的做法跟 我那時候年紀還小 但是我知道我爸的做法跟 他們的做法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就是他們都簽幽里人口 那但是到最後我爸本來會贏 但是輸的是 他們後來簽了好幾台遊覽車的幽里人口進來 所以就輸了 那從那之後我爸就 好一陣子沒選 然後陸陸續續都有想要再繼續選 那直到這一次 就前一陣子選的時候 呃 他 從可能是從居民 得知說 里長在幹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覺得很失望 那他就拿 他也沒有用很多預算 他就拿著一個虧音器去 在里內放送說 類似就是也是暗地 就是沒有銘獎 他就是用暗地 所以 按來的就是 隱遇的方式在里內宣傳說 有 就是有就是在 犯法這樣子的 呃 對 類似然後 結果他就當天 沒有 沒有 就是 就是有人來恐嚇我爸 然後 他恐嚇 因為我爸跟我媽分局 現在高雄就是那個家裡面 我媽是單獨一個人在那裡 那 我就跟我爸說 他這樣做我媽會有危險 那 可是我爸後來是跟我講 他笑著跟我說 沒有 他們恐嚇的是 我跟我弟會有危險 就是 等於他 恐嚇我爸不要再繼續講 那我爸他是民進黨的 他 也有寫信給陳菊 但是後來 陳菊是 說會 調查 但是現在 也不知道是怎麼樣一回事 我沒有去管 所以 那像這樣 這種情形要怎麼辦呢 你原來不是告訴我說 台灣是有希望的 你怎麼跟我講了一大堆 沒有忘的事 你要講好是什麼東西 沒有 那 第二個 我給你建議 不要把你家 不要把這些 泰國的東西 拿出來 你們現在年輕人 帶臉書 帶什麼東西 把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你有什麼什麼 全部 全透明 你有一天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對 第三個 人 總是要含蓄一點 有些東西 真的還是要有 除了內外以外 讓靈魂的空間 真的是寬厚一點 那你在問我的這個問題 我直接回答你 第一個 你問我怎麼辦 那我該問誰 我真的跟你講怎麼辦 你爸爸就會做 你就會改變 你們 如果我講的回答得很漂亮 只不過代表我很會瞎拍 一視無視 一視無視 而且呢 沒有字 我希望上課是談 諾號 諾壞 而不是諾號 所謂方法論 所謂等等的 對不起 我會直接講 因為你也很直接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 我知道 那這種事情 你要徵求什麼樣的專家 專家也來騙你嗎 再回到原來 社會是有希望的 每一個人 我們這兩天一直在強調的動心 你精神沒有上來嗎 我只要面對到我爸 我就沒有辦法 我爸看太多黑暗 我沒辦法跟他爭 而且他對女人有偏見 我更沒有辦法跟他爭 因為怎麼爭 他都會有辦法 從他的大男人主義去轉回來 而且不聽我講話 太好了 明天早上 陳月祥就會幫你顛覆 真的 我是像在老子裡面的老子一樣 把老子這樣敲乾一支 敲一支 敲一支敲一支 你去看看他怎麼信錯 OK 趕快找個話題 rok都不聽的是 我真的要不然 我喜歡那老子 我真的要不去